去年3月南投县一家少年安置机构传出收容少年间的刑情案 监察院调查后16日召开弹劾审查会 与会的11位监委全数同意弹劾8位违法失职公务人员 包括3位少年保护官穆士芬、林之君与朱银雪 得知所辅导的少年发生性侵害案件 隐匿性侵害事实,违法执行职务被弹劾 另外南投县社会级劳动处长林俊吴 现任文化局长的前处长林荣森 副处长赖琼美、科长王基祥以及办事员刘家平 则是因为魏洛池监督查核辖内而同级少年安置机构 待遇执行职务而遭到弹劾 当然不是只有这8位公务人员应该受责难 应该负起行政责任 应该整个系统性的问题 我们应该要求司法院尤其是少家厅 所有的法官、保护官 他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这项弹劾案也是史上首次 有少年保护官遭到弹劾 司法院对此目前没有回应 承认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厅厅长的 监察委员林雅峰质疑 整个少年保护体制是否出现问题 经委表示这家机构政府核准收容人数为19人 但最多呈违法超收106人 司法院体系如何将该机构合销违法超收的少年安置费用 也引发监委们质疑 原本是保护少年的安置机构 却变成有性侵危险的地方 监委们希望司法院好好检讨改革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